说起近几年的奥斯卡 因其城市化的流程 以及疫情以来电影市场一度遭遇的打击 使其存在感非常的低 但就在昨晚进行的第94集奥斯卡颁奖典礼 一改往日低迷 直接被网友惊呼为史上最精彩的奥斯卡 要说这是为何 还要多亏了新经营地威尔史密斯的加持 当然这个加持指的并非他凭借国王理查德 终于捧上了他从影32年以来的首作奥斯卡小金人 而是在颁奖典礼线上 他做出的另外一个惊人壮举 这到底是咋回事 啥情况 咱们快来一探究竟吧 美国《西岸时间3月27号晚间》 第94集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开始 获奖名单也随之公布 获得最佳影片的是Apple TV Plus出品的《剑听女孩》 这也是首部获得最佳影片的流媒体原创电影 除此之外 《剑听女孩》还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男配角 三个听名全部获奖可谓是最大赢家 华纳出品的科幻电影《沙丘》 摘得最佳剪辑 最佳摄影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原创配乐 最佳艺术指导 以及最佳音效 六项技术类大奖 由此可见 去年的爽片非《沙丘莫属》啊 还没看的小伙伴赶快补课去吧 由冰口龙界之道 改编自《村上春树》原著的《驾驶我的车》 获得最佳国际影片 这是继入演诗后 日本电影再次获得此奖项 接下来就是演员类的开奖 最佳男女主角 分别由威尔史密斯和杰西卡查斯坦 凭借国王李沙德和塔米菲的眼睛中的精彩演绎获得 最佳男配则归属于《剑听女孩》中的特罗伊·科特索尔 最佳女配角则被《西区故事》中的阿利亚纳·德伯斯拿下 最佳导演则由指导犬之力的简·坎皮恩寨等 正如上文提到 本届奥斯卡为了提振收视率下了不少功夫 比如首次增设了粉丝票选最喜爱的电影 最终扎克·施耐德的《火死人军团》 在粉丝热情的投票下拔得头筹 除此之外 颁奖典礼还以默哀的方式支持乌克兰人民 指他们面对入侵 冲突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需要食物 医护 食水和紧急服务 一些明星则带上了蓝丝带 上面写着 With Refugees 不过以上环节的增加 效果非常有效 反倒是颁奖典礼上戏剧性一幕 给奥斯卡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一跃登上了世界各国娱乐新闻投票 刷爆了大家的社交媒体 事情是这样的 当颁奖典礼进行到最佳纪录片环节时 谐星克里斯洛克作为本环节的主持人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洛克主持为了营造气氛 开玩笑说一位现场嘉宾贾达·平克特·史密斯剃光头是为了出演魔鬼女大兵的续剂 这位贾达·史密斯正是威尔·史密斯的夫人 当时贾达已经对这个玩笑感到不满 埋了洛克一眼 因为贾达之所以剃了光头 并非角色需要 而是因为他患了班突的疾病 并且还为此深感抑郁 随后主持人洛克又一次击害了贾达的伤疤 第二次拿他开钻石 直接激怒了威尔·史密斯 呼吸心切的他直接走上台 掌握了克里斯·多克 并在回到自己的座位后开始叫骂 别用你的臭嘴提我妻子的名字 一众见过大世面的明星们都看得蒙圈了 没想到在奥斯卡还能看到这么刺激的真人秀 这场可真没白来 负责现场转播信号的ABC 紧急进行了消音处理 但其他国家的转播仍然可以听到声音 现场观众则是一脸惊恶 根据奥斯卡工作人员证实 在前一天的彩排中并不存在掌握 这一幕是由威尔·史密斯的现场发挥 这个现场小差距一发生 瞬间在社交网络上火了起来 可以说威尔这一巴掌 直接打出了奥斯卡的新热度 普通人对于奥斯卡的兴趣 远远不如对这一巴掌的兴趣 巴掌下去了 话题也来了 热度也有了 掌握落客后 威尔·史密斯被宣布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项 上台发表感言 开口就是 理查德·威廉姆斯会为了他的家人而战 当然在稍后的获奖感言中 他也向奥斯卡学院以及现场其他提名者致歉 但只自为提洛克 掌握事件之后还有后续 根据CBS新闻报道 洛杉矶警察局在节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 他们知道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 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件 同时警方又表示 洛克拒绝向警方报案 警方表示 如果涉案方希望警方在晚些时候提交报告 洛杉矶警察局将可以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 但小编认为 自知理会的克里斯洛克 恐怕也不想将这件事闹大了吧 不过其实像奥斯卡这种级别的颁奖现场 主持人恐怕很难有权利可以自由发挥 这也就意味着 他说的每一句台词 一定是得到了主办方的认可 只不过最终说出口的克里斯洛克 成为了这段调侃的替罪羔羊 真是世事难料 一辈子靠嘴吃饭的脱口秀大咖 最终竟然也吃了个哑巴亏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昨日奥斯卡白奖礼上 这一精彩时刻呢 大家觉得克里斯洛克是否该被打呢 无论史密斯的举动到底合适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